4月26日,美国宣布将向海外输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公司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并表示 将帮助印度抗击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一系列紧急援助 包括治疗新冠肺炎所需要的药物和呼吸机 以及阿斯利康新冠肺炎疫苗所需要的生产原料等 美国农业部官员表示,拜登政府26日将宣布 今年暑假将为全美3000多万低收入儿童提供每人375元餐费 这项方案将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儿童暑假食物补助计划 让学生在学校不上课的大约10周暑假期间内得以温饱 低收入学童家长或监护人最近几周便将收到疫情电子福利转账计划签证卡 但各周作业快慢可能略有差别 原本就在俗称粮食券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当中的6岁以下儿童 以及符合免费或减价学校餐点的儿童 都将被自动列入这项暑假餐费计划补助对象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4月25日表示 27个欧盟成员国将无条件欢迎所有已接种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旅客 这意味着所有已接种疫苗的美国旅客有望在今年夏天前往欧盟国家旅行 据悉三种美国使用的新冠疫苗都获得了欧洲药管局的批准 英国政府表示正在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阿尔兰合作制定一个联合机制 欢迎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 第93届奥斯卡颁奖电力25日晚回归公众事业 今年的奥斯卡不同于往年 其最大看点之一在与亚裔电影人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扬威奥斯卡 华裔女导演赵婷写其作品《无一之地》 最终躲下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及最佳女主角 赵婷改写93年奥斯卡影史 成为第一位最佳导演的亚裔女性获奖者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凭借这部作品毫无悬念地拿下影后 最佳男主角则由饰演困在世界里的父亲的安东尼·霍普金斯成功斩获 赵婷在颁奖典礼上表示 这部作品的成功与团队的合作密不可分 而随着疫情爆发 种族歧视和仇恨暴力在美国各地出现游行示威 赵婷强调 始终相信人心善良 因此也把最佳导演奖项分享给所有善良的人们 印度尼西亚海军司令尤多·马格诺 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印尼南嘎拉号潜艇的三部分残骸被发现 船体、船尾和主要部分都被分开 并在多处发现有裂缝 造成潜艇沉没的原因可能是鱼雷在艇内发生爆炸 印尼军方负责人哈迪·贾詹托确认 53名人员已经全部身亡 南嘎拉号潜艇于4月21日 在巴厘岛以北海域附近参加鱼雷射击训练时失踪 随后多国参加了国际援助行动 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兰西亚和印度 均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 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 中国影视行业针对短视频密集发声 500多名艺人以及逾70家影视传媒单位 23日联合倡议 未经授权不得对相关影视作品实施 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侵权行为 在必要时将对此类行为发起集中的法律维权行动 中国国家版权局高度重视短视频侵权问题 接下来将按照中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部署 积极回应广大权利人的呼声 支持保护广大权利人的合法诉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